音乐五四三 马世芳制作主持 假如你是认真的乐迷 这里有很多厉害的歌 请你张开耳朵 准备收听音乐五四三 No one's gonna make you We can say goodnight and stay together U, one, one, review Up to heaven U, one, one, revie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要再一次出发 陌生的房 熟悉的月亮 想起那个晚上 说要追寻他乡 写信给你 不知该寄到哪里 好像也没关系 反正你一定好好的 无忧无虑 只是偶然会想起 像礼貌的足迹 遗失了的你 关不上一窗 打不开的门 跌落风中的琴弦 有铁锈的声音 闭上眼睛 童年的我们就在这里 同样的角色 没有对白的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愿意 愿意 不知 的记忆 对白的心 欢迎收听FM98.198 新闻台 音乐543 节目 我是马世芳 这首歌叫做 《消失的夏天》 来自陈永龙的最新专辑 这张专辑叫做《海岸线》 你知道在这个时候 我们总是会有一种 想要对这个世界骂脏话 想要对这个时代比终止的冲动 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时候 出来了这么一张唱片 一下子把那些讨厌的事情都忘了 这是一张我最近 你知道年底 发了好多好多专辑 有很多排在工作行程表上 要补课的唱片 但是一听到永龙这张唱片 我就把那些功课 都先放在一边 先重新再听一次 然后再听一次 然后再听一次 我最近听最多遍的 就是这张唱片 所以要非常感谢 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时代 还有人在这样做音乐 陈永龙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场 欢迎永龙 马方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永龙 今天在现场 还有另外两位朋友 我要先介绍一下 这张专辑的吉他手 曾仁义 朋友都叫他乃姬是不是 我就是乃姬 那名字是曾仁义 那因为名字有点太 就是不太习惯自己的名字 所以干脆取个绰号 怎样 怎么会有人不太习惯自己的名字呢 因为以前老师都会说 那个曾不仁不仁 站起来 好 那我们今天就叫你乃姬 乃姬今天带着他的给西到现场 所以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又有耳福了 今天永龙在我们的节目第二小时 会有一段空中的小型现场演唱会 还要再介绍的下一位朋友 我要郑重的放这首歌 欢迎他 这是我一直想要请他来上节目 一直想好 他要是来我就要放这首歌 我一直想要放这首歌 因为我呼吸到爱 我一直想要放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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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utah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 不是叶树英啊 是这首歌的大提琴 也是当年黑名单工作室的成员之一 陈竹慧老师 竹慧姐非常非常低调 连金曲奖颁奖典礼都没去 但是今天我好大的面子 请到她来到我们的现场 她在现场还是很害羞 而且躲在我们的器材后面 不让我看到她 好我要先介绍一下陈竹慧老师 竹慧姐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上 比较为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 熟悉的角色 可能是很多曲子 需要大提琴的时候 她就会出现 然后她也是很多 我们喜欢的专辑的制作人 那么早在1989年 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 雄心某为这首歌出现的 抓狂歌那个时代 竹慧就参与了 台湾流行音乐史的一场大革命啊 然后后来还包括 创建了飞鱼云抱音乐公团 投身原著名音乐的 整个的很重要的一系列的工作啊 那么今天主汇会来是因为 主汇姐也是永龙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而且是大部分歌曲的编曲 在需要弦乐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 赶快跟大家问声好吧 主汇 欢迎你 大家好 我是陈主汇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现场阵容多么的坚强 我有预感今天这两个小时会非常的充实 好 我们先请永龙说一说吧 这张专辑海岸线距离你的上一张专辑 日光雨中 又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两年多 对 这张唱片 因为上一张是整个重新诠释李太祥先生的作品 然后这张唱片就不太一样 就要再往前跨一步 有一些原创的歌 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想法 这张专辑的到我们现在听到的样子 包括主汇进来做制作跟编曲 还有这些歌曲的收割啊 这些过程 你要不要说一说 一开始都已经准备好了才开工呢 还是一边做一边出现很多 好的不好的意外 这张专辑其实做得非常的急 对 那不到一年的时间 从开案到制作完成 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 其实是最重要的音乐的幕后工程 没有他们两个人的支持 这张专辑真的不会出现 对 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 野火乐集 熊姐这边 还有主汇姐这里 给我最大的空间就是让我自己去挑选歌曲 哦 对 那当然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觉得 哎 有龙你应该要什么方向感 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 有 有很棒的大师的作品 就是栗子恒老师跟郑华君老师的作品 是 那还有一些年轻的音乐创作者 对对对 那就像你现在我们在背景音乐听到这个原住民的歌啊 嗯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那我就会 我就会 就是我会放入我自己的意见啊 然后跟竹卉姐讨论 是 跟熊姐讨论 说这个好不好 这个好不好 然后在中间筛选了很多 嗯嗯嗯 那 那竹卉姐就给我一个功课 就是说 哎 你一定要自己先有想法 你要先有自己产生动机 嗯 不然我也不会做 是是 对 竹卉姐是一个 需要 呃 那个 就是细水常流行的音乐制作人 嗯 所以对他来说 这间在这段时间非常的急 他 他不太敢接这个 这个案子 哦 对 那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说好 那我来录demo给他好了 是 我就从头来 我就请乃机帮我 哦 对 所以我们在开案之前 开就是专辑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进入编曲的之前 我都 几乎每个月 每个一个月去台中两三次吧 哦 对 就深夜 每个每 就是 就是 大概都录到早上 对不对 是 差不多 对 因为乃机住台中 对 我就要下去 是 然后就先告诉他说 我大概这个会怎么样 大概速度感是什么 然后你要不要试试看 嗯 有些他也是不太喜欢啊 哦 然后他就要硬要他 然后再把这些demo整理好 交给指挥姐 哦 所以 呃 这些歌的来历是怎么样 先有先拿到了什么歌 嗯 然后怎么样让这张专辑有一个起头 为什么当时会定一个这么赶的发行日期 我们啊 其实去年大家都很想发片嘛 你有知道吗 对啊 大家都有一个机缘可以发片 哦 对 在很早之前 熊姐就跟我聊了说 如果你再不做 其实 呃 作品没有再继续延续下去哦 其实很容易就会消失 嗯 对 那你趁这个时间 你趁这个机会 嗯 陈永龙你也三十好几了嘛 对 就是都要 都要把一些 现实的实际状况说出来 是 对 那你没做 就没有了 可是你好好做的话 其实这个作品是可以继续延续的 是是 对 那 被这样子的激励之下 然后还有再来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 应该要再多做一些事情 而不是 嗯 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 幕后配合者 或者是一个是喜欢 轻轻轻松的当个合音而已的一个角色 对 那我就 也给自己一个很大的 一个动力 去尝试看看 那我看看我自己能 有没有可能 可以再 再多做一些音乐上的事情 是是 嗯 所以这个 这个计划 它当然是 呃 之前的新闻局啦 现在是文化部啦 嗯 文化部有个旗舰的补助案 嗯 那因为有 有这样一个公布门的资源 对 就可以做 然后规格可以稍微拉得大一点 嗯 但是呢 有这个规格拉出来大一点 就要 就要能够按表操课 把东西做出来 对啊 对啊 嗯 这些歌 这张专辑的歌 真的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开头放的那首 有个消失的夏天 是非常年轻的音乐人 嗯 叫南瓜 李德云 李德云 他叫南瓜 应该 在大学毕业没多久吧 好像一直在大学里面打转 对 他们两个都见过 但是我没见过他 哦 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创作人的作品 他在这张专辑贡献了 不止一首歌啊 然后我们也听到 永龙刚刚讲到 这个资深的音乐人 郑华娟老师 李子恒老师 他们给你的新歌 嗯 嗯 然后 我们听到你再次演绎了 大午三这首歌啊 然后还重新演唱了 这个老民国的歌谣 而且放在专辑第一组大歌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组合 但整张专辑停下来 我觉得那个 内在的一贯性是很清楚的 这时候就要让制作人 出来说说话了 哎 主慧姐 您是看着永龙长大的吗 对不对 啊 算是了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专辑的案子 您那时候决定 要来做制作人的时候 您那时候对 永龙这位歌手的想象 是怎么样的 他说那个时候 你跟他说 他要先有一些主动的东西 你才知道怎么下手做 因为其实就是 因为时间蛮短的 我大概是七月才有空 那之前我跟永龙说 我其实需要很多时间去认识 要做的歌曲 所以可是永龙就一直等我 等到七月 天荒地老 对 我就非常非常惊讶 然后然后 其实也很赶 然后主要是 永龙其实他这次真的是 非常的尽力 他就每天去 录demo 对 都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然后我发现 他对每一个曲子 也都蛮有自己的想法 是 他那些demo当时是长什么样子 您听到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我听到的是 呃 比如说 李子恒老师 他会用他的样子 他的唱法 去录一个demo出来 嗯 然后 呃 就是原先的demo都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 永龙自己的样子 嗯 所以可是永龙去 每次去台中回来就 就会有个新的东西 他就给他新的样子 那那些动机 我比如说 他跟乃姬一起工作出来的 吉他的一个动机 嗯 我就觉得很棒 那我觉得 这个这个动机 就会让我有想要做下去 我就会有想象力跑出来 如果是原来的那个 呃 就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没有什么创意的东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说 整个音乐如果没有 引起我的兴趣 我没有办法做 哦 那我觉得 我觉得 永龙 我发现永龙是很有 很有想法的一个人 嗯 那我就一直不断鼓励 他说你的 我说你的想法真的是 真的假的 很棒 你应该要一直往下走下去 是 对 不要害怕 就是你 你的 你的 呃 你的直觉告诉你 该该怎么样的 嗯 不管 就是在音乐上 他也是一个有想法的人 是是是 对 所以 其实也是这个 这个力量让我可以做下去 不然我真的很害怕 如果说 什么事都要我 我做 我需要很多时间 是是是 那我觉得 永龙跟乃姬起了一个 很好的头 嗯 嗯 这张专辑整个做下来 呃 最最难做的是哪一首歌 就您的感觉 哈哈哈哈 你先说啊 哈哈 我我我 我觉得是 呃 海岸线 海岸线 这张专辑的标题曲 是 嗯 是海岸线 嗯 因为他他 我希望他有一个 新的样子 嗯 嗯 那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一种新的语言 还有一种新的氛围去 因为这是新民歌嘛 对 那我我我不太喜欢做一些 就是原来就有的 嗯 呃 习惯性的做法的作品 嗯 所以 嗯 不过这个这个曲子 因为他其实 他就是 他有一个固定 他就是一个五神音阶的一个 模式 嗯 所以就很难 很困难让他 呃 让他有 比较特别的表现方式 哦 对 不过 后来怎么克服这个问题 后来怎么克服 就是找出他的美感 嗯 对 然后去 扩大他的美感 把他比较 呃 比较容易会流入于 习俗的东西 把他降低 哦 对 就是去去作杂 然后变成一个美的 美丽的作品 他本身是 很美的作品 嗯 他的歌词也很 很美 是是 对 那如果 我觉得不小心的话 就会变得 熟 嗯 嗯 对 可是 对 就是 这个是 比较困难 那 对啊 有做到 我觉得 有 有做到 真的有做到 海岸县市这张专辑的标题曲 呃 李子恒 当然 他是台湾流行乐史 又一个赫赫 有名的 重要的名字啊 但这首歌真的 我 我 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在 之前我们在大陆一起 走江湖的时候 永龙那时候在舞台上面唱 然后李子恒老师弹木吉他 帮永龙伴奏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嗯 啊 以后就把我给听哭了 你知道 对 然后再听到唱片里的版本 又是另外一番风景 嗯 嗯 呃 我们要先仔细的听一听 这张专辑的这首标题曲 海岸线 我觉得刚才主惠姐说的没有错 怎么样这首歌里面那些 可能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把它给尽量的体现出一些新的 不一样的味道啊 呃 这个是我认为他做的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件事情 另外还要给李子恒老师大大鼓掌一下 现在真的没有什么人这样写国语歌的歌词了 嗯 歌词写得真好 我们听一听这首歌 海岸线 情了 音乐 항 音乐 音乐 昨日未完成的启 Hundred 一世眼前明媚的风光 梦太谢时 明天一晚无际 回个头一片无人沙滩 脚步未完成的旅途 已是天天游子的地图 行过短暗 夜夜暗让无恙 转过身 天涯就在尽处 告别了城市的忧伤 你为谁 回到浮云回不去的故乡 征服了年华的孤独 我问谁 勾入一箱 喧嚣时的彩虹 我问谁 我问谁 脚步未完成的旅途 已是天天游子的地图 行过短暗 行过短暗 夜夜暗让无恙 转过身 天涯就在尽处 天涯就在尽处 我爱的是酒吧 欢迎回到FM98.198 新闻台音乐543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场邀请到陈永龙 还有吉他手乃姬 还有资深音乐人陈主慧老师 哎呀今天真是好开心哦 可以跟 可以跟这几位聊永龙的新专辑啊 因为永龙这张新专辑是我期待很久的唱片 之前我们有机会一起到中国大陆去巡会 你们负责唱歌我负责演讲 那时候就听永龙说了不少关于新专辑的事情 而且一路每到一站中间 因为永龙除了担任演出人之外 也有好多好多行政事务的事情要处理 那是我白天的工作 让我觉得我自己有用 然后不时就会开始很紧张的接手机 哦主慧老师打来了 然后就看到 你知道从一个人接电话的姿势 就知道他在被骂之中 就是那个整个整个的肩膀是紧绷着的 对那个时候就是这张专辑 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后期阶段 终于等到这张唱片了 刚才我们听到这张专辑的标题曲海岸线 这是李子恒老师的新作 顺便广告一下李子恒的新专辑 终于也做完了 也是野火乐集出品回家这张唱片 海岸线的歌词真的写得很好 海鸥未完成的高度 已是空中最自由的翅膀 风说过了爱是一座岛 曲曲折折起点也是终战 爱说过了心也是一座岛 曲曲折折你我总会相见 哎呀这个歌一层翻过一层 最后是这样的意象做结尾 真是真是厉害 呃我们在在讲这张专辑的整个制作的过程 尤隆刚才很好像有感而发 因为你说上一张唱片 你好像很多的压力都让制作人去承担 你就负责把歌唱好 对就是被他cue的说 哎你今天要录demo了 哦好什么都好好好 然后呃有很多中间他要他跟呃 呃编曲者的一个沟通啊 或者是说他对于这个歌的想法 他的动机他都是自己在笑话了 嗯嗯所以那一张做很久 就是从决定决定曲子跟呃到制作完成做了两年 嗯嗯嗯对真的是慢慢的磨 真的是慢慢的磨 对可是那个中间的过程 几乎都是主慧姐自己在承受他 嗯跟外部的其他的所有的压力 是对他就叫我哎你唱录demo 然后他也不好意思跟我讲说 其实你唱的很烂 哈哈哈对他就说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一次 OK对 那就是一次一次又一次 然后他才准让我进录音室录完 嗯他也没有说我我录的很烂 我花了很多功夫修你的声音 哈哈哈都没有说哈哈哈 所以这次决定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方式做 也是因为这次没有两年时间可以磨了 嗯嗯嗯 所以主慧姐您觉得这次的这次的整个制作经验 你自己觉得 哦我自己也吓一跳 就是就是其实做出来我们一起听嘛 嗯然后就会觉得每次听完我们就互看一眼 就说哎哎还不唱吗 我蛮喜欢的哈哈哈 我自己就吓一跳 我可以这么快的做完一个唱片 哦哦 不可思议这样 那那我想一想 我觉得永龙真的是他是重点啦 他自己非常努力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嗯谢谢你啦 然后我就是把他的想法就是在发挥出来 嗯嗯嗯嗯就是这样的 这样子而已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 因为我觉得他的基础都他都已经做好了 哦 嗯嗯嗯嗯 对不起啊 我们这次录音啊 嗯就是我记得第一章的时候 都是他说哎 你要不要再试一次啊 哦哦 对然后哦好啊 你觉得不好那我就再试一次啊 然后这次是主慧姐 我觉得这个很糟 我们再录一次 就是我说真的吗 你觉得很糟吗 对对对 我觉得还不错啊 没有我觉得应该要换另外一种样子 那个感觉不对 哦哦 所以这次出现的都很多是自己觉得 我自己不过关 对 所以我一直在那个没有办法过关的那个过程当中 嗯嗯嗯 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方法 这表示永龙在这张专辑的整个过程里面 比较确定要要捕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对虽然我讲不出来 但是我就觉得说 哎不对耶 就是这个歌不是这不是这样 哦哦 对嗯嗯 嗯所以呃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进展哦 嗯嗯嗯 从之前比较被动到这次比较主动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嗯嗯 嗯嗯 久龙进步很多 真的进步非常多 包括对对歌曲的诠释 嗯嗯嗯 然后嗯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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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诶 歌手的诠释啊 诶 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有的时候歌手自己觉得自己诠释的很到位 但是在别人耳朵听起来未必是这样 有时候会过 有时候会不足 嗯 有时候觉得太有礼貌 嗯 有时候又觉得好像想太多 对然后有时候觉得说 诶 怎么没有烧到别人 哦 对然后有时候也觉得诶 你太多了 对啊 嗯 好全世界都知道陈永龙很会唱歌 我想永龙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一个会唱歌的人 我不知道 但是 所谓的会唱歌也有层次的分别 有境界的差别 像上次你说日光与张张专辑做出来 我们每个听都好听得要命 但李泰祥老师听完就 嗯 嗯 哈哈哈哈 颇有巧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我那时候我是想做一个跟他完全 跟李老师完全不一样做法 是是是 因为跟他一样就没意思了 那是 因为他已经很完美了 对对对 做得跟他一样还有什么意思 他干嘛要做呢 所以他 其实李老师是不习惯 他是不习惯 那我更不在乎他习不习惯 哈哈哈哈 就需要他不习惯 他最厉害就是 他完全不会在乎 哈哈哈哈 对他就是 他就是要 就要有另外一种样子 不然你会 不然你喜欢那种样子 你去找别人做就好啦 也是哦 嗯嗯嗯 哎永龙跟我们说一说 诚主会女士 在音乐圈里面 到底作为制作人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制作人 你会怎么描述她呢 我啊 她是良师益友 哦 然后她是一个好妈妈 嗯哈哈哈 至少她对我来说 嗯 对那 嗯 我 她给我很多的 特别是这一次 她给我很多的空间 让我自己去发展 嗯 对那 她也给我在 嗯 不管是做音乐这件事情上面 或者是说 嗯 要 要什么 这个叫 该怎么说 嗯 嗯 挑战我的性格里面的懦弱 哦 嗯 把你逼出你那个安全舒适的区域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的安全范围 那个太太广了嘛 然后可是就是就是 就是怎么样知道 好像都出不去 出不去的 她就常常在挑战我这个部分 OK 把你逼出你的 comfort zone 逼出你的那个安全区 对逼出我的安全区 嗯 嗯 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主会看到你有这个潜力 嗯 所以她这次就不要再当那个安全网了 我很讨厌她的那个壳 哦 她总是会换个壳 她就安全了 哦 然后我就 就这个要戳破 去把它戳一下 哈哈哈 我必须说 不必把它戳烂烂的 戳得挺好的哦 呃 这张专辑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张专辑 因为 在整个的编曲跟音场上面 它有它的一贯性 但是每一首歌又有很多的 不一样的特质 然后创作人也来自很 很多各种各样的背景啊 这是 就是 但是最后听起来是蛮 蛮完整的一场聆听经 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功夫啦 手艺真的要很细才做得到 接下来想听另外一首 来自年轻的创作人的作品 我们现在背景听到这首歌 这首歌叫你来 嗯 这是老朋友陈世川的创作啊 对啊 我的 我的好弟弟 对 好朋友 世川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创作歌手 他自己的作品也很厉害 呃 这首歌是一个带着你摇摆的味道 的歌 嗯 我觉得这首歌的火候也很到位 他最喜欢这首 真的吗 他最喜欢这首 是 哦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呃 呃 我觉得在音乐上面有 他的聆听度很高啦 嗯 就是说 听完永龙就可以听听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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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 听完滩东尼就可以听听贝斯 哦 然后又可以听到很棒的吉他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他 他是一个 很多层次的 很难会腻的东西 欸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就讲到音乐性的部分 对音乐性很丰富 编曲跟乐手的表现 是 而且其实没有做得很满欸 对没有很满 没有很多东西 可是可是每个东西都很重要 是 嗯 竖起耳朵仔细听一听 你来 夜深人静的路上 没有车 没有谁一个人跳舞 走就往要多少要多长要多久 我才能真的看清楚 总是沉默不够的不说又不懂 没什么帮助 有话说不出的痛苦 我的故事他不懂我没说 为什么别人都清楚 想太多太珍重太困惑太懦弱 我争夺不了你给的束缚 过好久我才懂我才说我才走 会不会太慢 故事被更改 就这样 你来 就这样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你来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怎么我会 你来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你来 你来 我离开 你来 哦哦哦哦哦哦呜哦 我的故事他不懂 我没所谓什么 别人都清楚 想太多太沉重 太宽惑太懦弱 挣脱不了你给的束缚 过好久我才懂 我才说我才走 会不会太慢 故事被更改 就这样 你来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你在 怎么我会 悄悄地离开 你来 一切都变得不自然 你来 You're right 一切都变得不自然 You're right 我存在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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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 我是98 欢迎回到FM98.198新闻台 音乐543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我们跟陈永龙在聊这张新专辑 海岸线 这张专辑的这个整个词曲创作的 作者群 讲出来也是相当显赫啊 我们刚刚已经听到 李子恒老师写给永龙的新歌 海岸线 那是我的年度歌曲之一 非常非常动人的一首歌 另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个 久违的名字 郑华娟啊 华娟有一首新歌写给你 一秒一秒钟 这个这个歌是怎么怎么弄到手上的 他是熊姐这边 对 其实在在选歌的过程当中 就是熊姐一直在帮忙 帮忙想说有什么歌的 有什么作者 持续装作者可以适合我的声音 对 那他的直觉告诉他 他觉得郑华娟老师很适合 对 然后那就透过好朋友 跟他联系 他之前曾经跟他合作过 有共识过 那老师就给 就写了一封信到德国给他 对 过了不久 其实这首一秒钟 应该是这样专辑里面 来的第一首demo 对 他很快的就写了这首歌 真的 嗯 咻咻就写好了 就写好了 就来了 对 然后呢 听到demo的时候是 听到demo的时候 我 其实我对于歌曲啊 一直都会 找到一个跟自己的关联心 嗯 对 那老师的词非常好 嗯 对 那曲有他的一个 在某一个 某一个 tempo上面的一个 特别的 特别的一个节奏感 对 对 对 那 我反复听了之后 我对于 一句歌词 开始有感觉了之后 我对这首歌就很有感觉了 对 最有感觉的是哪一句 就是有一句叫做 爱是比身体 更早到的新的交集 就是这一句 真的哦 对 对 然后 那 我的感觉就来了 啊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在练习这首歌 先 就是在这个demo之前啊 嗯 在练习这首歌的时候 我也跟 华俊老师 那时候刚好 刚好带来台湾 是 跟他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 哦 对 问了他说 老师这首歌 你大概在讲什么 你 你觉得这个东西 你做这首歌的时候 你的 原来的动机 跟想象是什么 嗯哼 他告诉我好多好多 哦 对 那我就更有感觉了 真的哦 他跟你说了什么 快点告诉我们 他说 他这个一秒钟 是从一个经文 叫做楞严经 哦 而来的 然后 我怎么会知道 什么楞严经啊 对 可是他说 其实楞严经不难 楞严经都在讲说 这个时空交错 然后 有很多很多的时空 很多不同的面向 造就出 人有很多的 七情六欲 跟 五花八门的 想象空间 是 对 可是呢 就在这个时空交错当中 你跟一个人的相遇 其实就在那一瞬间 哦 对 然后那一瞬间 可以变成一辈子 嗯 有意思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对 那 呃 其实在这之前 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东西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很不太相信 这件事 哦 对 如果 老实 就是我自己觉得 那不可能啦 对 不可能啦 对 可是 当我看到 当我相信了那个 这个爱是比身体 更早到的新的交集 然后当我知道 我自己 有过 嗯 的时候 然后当我看到 很多很多的人 嗯 的相遇 像我看到 马芳你 跟 马嫂的 感觉 其实那个就是 就是一个 一个瞬间 真的 就是你就会知道 说那个东西是 一辈子的 哦 对 然后就看到 呃 呃 华娟老师跟他老公的 这种交错 就是这种时空交错 跟到现在可以在一起 就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 对 你跟他的 相遇跟相处 甚至说 就是我们 外面的人 旁边的人看到 都很清楚了 嗯 对 那我就觉得这首歌的 含义 好大 就是那个意义好大 然后 我就懂了啦 嗯 就回唱了 是 这歌真的有 非常特别的触感 华娟对旋律 有他非常独特的 感知 他总能写出 很不一样的 我 因为我不懂乐理 但我只能说 听到他的歌 旋律跟词曲 要和的东西 他自己也一种 独特的触感 另外就是这首歌的 乐手迷那 我看到了一个名字 哇 萨克斯风首 叫做 萧东山耶 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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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老师 应该叫他 师祖才对 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 古时候 罗大佑的专辑里 就看过这个名字了 呃 这个要 要来帮我们 稍微 这个 说一说啊 这个 主慧姐怎么请他 他老人家也 出来帮这首歌录音的 因为以前合作过嘛 他 他非常快 而且 他的 他的东西 呃 我那时候找他 因为已经很久没合作 他现在都在 传福音 呃 是 旅行演奏 上次看到他是在 陈志远 纪念演唱会上 是是 嗯 那 我就很 很怀念那个 合作过的 因为他会给你 一种惊喜 嗯 嗯 那我很怀念那个 合作过的感觉 我希望有 有这个机会 那我觉得一秒钟 到那个时候 他要有一些 肉 肉体的东西 要出来 是 萨斯丰就是一种 很肉体的声音 对 很肉体的东西 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请他来 他说 他说呃 他也不听 他也不听 那个 那个 Demo 他也 他也不需要练 嗯 他说 我第一次最好 OK 哈哈 你不要给我听 嗯 然后结果 呃 结果真的 果真 他一来 然后就 他也非常准时 都提早到了 我就准备 然后自己先热一热身 然后 我们就放了 就录了 嗯 我就说 赶快录 这样 然后就录了 那 那录完了 总是会有一些 呃 就是不太顺的地方 可是 可是整个态度 我觉得是对的 嗯 那之后又介入了 两三次 两三个track 那我还是觉得 第一次最好 是 因为 因为第一次他会 他会听 啊 他会听 泳龙 就是 是 是有 他会听音乐 是跟音乐是有关系的 哈哈 等到二三个track 因为他太厉害 他就开始 耍炫技 哈哈 开始想太多 他就开始炫技 哇 他猫起来玩 结果 我还是选了第一个track 其实我们 对 就觉得非常好 他说的没错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 我们说起来 都听听这首歌 一秒钟 纵使你说 在这之前 我们并不熟悉 而我不同意 爱是比身体 找到的 新的交集 一秒钟 我用了两千年的时间 飞过千山青痞 海的变迁 才与你相遇 在这一秒的瞬间 哎呀 这振华娟 饱到未老啊 爱上你 是一秒之内的事 你说你怀疑这是我甜言蜜语的方式 而你不知道 我错过多少 没有你的日子 想着你 是每一秒都记得你 总是你说 在这之前 我们并不熟悉 而我不同意 爱是比身体 找到的 新的交集 遇见你 我的日子 感情不再走失 遇见你 之前 我对你早就在寻觅 一秒钟 一秒钟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在现场除了永龙之外 吉他手乃基也在现场 他把他的 哇 Martin吉他拿出来了 好漂亮的一把琴哦 来来来 弹几个音 我们听听看 哎呀 消魂啊 炫气了 制作人陈祖慧老师 就是在我们的现场啊 他本来说 哎呀 现在没我事了吧 永龙就从包包里 掏出了一个shaker给他 所以待会儿 竹慧姐会帮我们负责 节奏乐器的部分 shaker 咬两声 咱们听听 哎 对对对就是这个声音 好 永龙上次在我们的节目 现场演唱是 发行上张专辑的时候 我相信有听过 那集节目的朋友 应该都不会忘记啊 那今天大家又有耳福了 恭喜今天没有转台的 听众朋友 我们就要把现场 交给永龙啦 嗯 这张专辑的歌 每一首都很好听 哦 所以我就让你自己来介绍 接下来要唱的歌吧 我 先唱情书 情书这首歌 嗯 嗯 这首歌很有意思啊 它也是我们今天开场曲 《消失的夏天》的那个 作词作曲者 叫做南瓜嘛 对 李德云 年轻的创作人 然后作词者是一位正大的老师 叫胡锦 胡锦元 胡锦元 对胡老师 这个歌的歌词写得很有 我之前说 我觉得很有那种 七零年代的文艺感 文艺风 对 刚好也符合那个 21世纪的陈红龙的文艺 文艺腔 哈哈哈 专辑里面这首歌的编曲 除了这个乃姬的吉他之外 还有竹慧姐编的提琴 还有手风琴 嗯 那现场我们就把它整个浓缩到一把木吉他的状态 这就是回到最原始的demo的感觉 就是demo的状态了 对 我们来听听一把木吉他版本的情书 我们把现场交给勇龙乃姬还有竹慧姐 来我们把现场交给你们 Zither Harp 夏天到远方去的 夏天到远方去的 希望会回来吗 啊 秋天到远方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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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会回来吗 啊 你是唯一 你 知道 山天到远方去的 冬天到远方去的 阿 会回来吗 春天到远方去的 春天到远方去的希望 会回来吗 啊 云悬雨四季冷暖的往返之中 我竟然不知道期望的来临 云悬雨四季冷暖的往返之中 我竟然不知道期望的来临 雨在哪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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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到远方去的 夏天到远方去的希望 会回来吗 啊 啊 啊 你刚听到这首歌叫做情书 来自陈永龙在我们的录音室的现场演出 哎呦 好好听哦 谢谢 谢谢 这首歌 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词 它会有那种反复叠句 然后就好像那种白转千回的感觉 四季的轮回就在这里面这样一个紧一个紧的流动 是期待 是期待 然后也怕是失望 对 然后这首歌的标题叫情书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歌词 来自陈永龙在news98录音室的现场演出 今天永龙其实准备了好几首歌 呃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很有意思哦 这个歌在呃 专辑里面它的创作人共同列了四个名字 对 这首歌真的哇 那个就是集思广益 然后结合大家的力量把它创作出来 嗯 它有母语的演唱有汉语的演唱 嗯 这歌的创作是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这个创作者原创 这个林文贤是我舅舅 哦 对 是我亲舅舅 是 对 那它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 哈哈 住在桃园 哦 他就是很喜欢很喜欢自己哼哼唱唱写歌 是 对 但是他写歌都是用录音笔 用录音笔写歌 对 就是自己自己有很多想法 然后就录起来 嗯 那这是我在去年的母亲节到他们家里去 因为我妈妈那时候也上来台北 就在他们家里 然后他就很高兴的跟大跟我们分享说 他有几个还不错的音乐 永龙你要不要试试看 哦 我就听到了这首歌 所以我就觉得说 欸 舅舅这首歌好好听哦 那我可以试试看吗 很好啊 如果你可以唱我的歌 我会很高兴 嗯嗯 对 那 那后来这首歌的demo就出现了 就是我就去找 我就去找乃吉一起工作了 嗯哼 那demo录出来了之后 其实我对这首歌真的情有独钟 是 因为它是我的语言 对 然后我知道他在讲什么 嗯哼 对 那可是就少了一个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座一座桥梁 哦 所以才会出现中文字 OK 嗯 呃 永龙我们都知道是悲男族男王部落出生啊 嗯 南王部落是树上都会结出金曲奖的地方 那是因为唱片公司的爱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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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真的不知道南王部落的那个水土有什么特别不一样 总而言之永龙在在呃你的老家 我不知道街头巷尾每个人好像都会唱歌都会创作 这个风气从小从小就是这个状况 从小就是这个状况 嗯 其实我妈妈也很会唱歌 是 那有一个音乐的生活环境 是 让你不觉得就是让你觉得唱歌就是唱歌 不会觉得唱歌是表演 嗯嗯 对真的是 开始接触了呃唱片工作演出工作才会知道说 其实唱歌好简单 嗯 演出表演表演 歌唱歌很简单 然后表演很难 是是没有错 对 我看很多呃我们非常佩服的原住民的歌手 站在台上唱 我就我就有这种感觉 嗯 他们唱歌的时候不一定有那种表演的自觉 嗯 站出来唱他就是唱了 嗯 那个就跟呼吸吃饭睡觉是同一件事情 嗯 但是在在有表演的自觉之后 怎么样再回到那个歌的本质上面去 这可能又要有很多百转千回吧 我 其实我就是一直在这个百转千回当中 嗯 一直在 嗯 不确定 没自信到 慢慢建立自信 慢慢觉得好像可以 对 然后从最后面的和音的位置一直往前走 走到台中间 嗯 嗯 那个过程好像只有几步路 可是对我来说好好久 嗯 嗯 总算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上了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是永龙的舅舅林文贤的创作 然后呃 永龙还有另外一位台东的老朋友汪志伯 嗯 还有我们的熊如仙熊姐 也都列列列列列在这个共同 就是大家 大家都有贡献 大家都有贡献 大家都有贡献的这首歌 叫做听我轻轻唱 歌曲 KEDEMUKU LIMA ADIKKU MOLEMEN KILENGAU TANUSENAI SATA KUKU KADUYU ISANININ LAMA NAIKU KAMA WANDA BULAN SALAU BULAI KAMA WARI-WARI SENANAUKU KAMA WARI-WARI SENANAUKU KAMA WARI AMDAUST még KAMA WARI STUME KAMA WARI KAMA BULAN SILLIMств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拥抱着啊 我不会再害怕 你牵着我的手 唱我最爱的歌 你的心像月亮 陪在我身旁 在异乡的夜晚 轻轻地唱 人生没有聚散 哪来的忧伤 我要学会飞向你 红而上 飞向你眼泪曲 众人散叹息感伤 故事间 具人生总要承受孤单 那世间的河流带我去远方 再回首一时弯扬 好想靠在你身旁听我轻轻唱 已是我最遥不可及的梦想 人故驾迷啊 干嘛丸丸丁 我最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最遥不可及的梦想 听我轻轻唱 来自陈永龙在我们的录音室的现场演出 刚才这个Shaker部分 还有一些即兴表演的桥段 真的是不愧 他觉得要加了 不愧是制作人啊 好听好听 真的很好听 你舅舅他就拿录音笔 没事就这样唱歌 然后就这样录下来 其实他给了我很多耶 真的喔 就是我还没有丢给大家听 没有丢给大家听 就是有些我自己先扣分了 所以我就没有 不过这首歌 他这首歌 有在讲一个事情 然后那 特别是用母语讲的时候 他会特别的有感觉 你可以稍微帮我们多解说一点 他 中文他已经有那个意思在了 其实他更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不在我身边 那个对象其实本来是妈妈 喔 本来是一个母亲的形象 是 我很渴望你在我身边 可是呢 你不在我身边 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期待 只是一个小小的梦 喔 对 喔 如果你牵着我 你抱着我 我就会觉得我的生命是很完整 喔 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像母亲倾诉的感情 喔 原来是这样 哇 所以他其实有多重的解释的空间 有多重解释的空间 喔 就是因为 因为是我舅舅嘛 是 然后那我就会很直接的联想到 我失去过世的外婆 是 对 然后看到我妈妈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 就是在 城市遭种的 打拼的 就是一箱游子 是 就会觉得说对 其实很多时候都只有自己安慰自己 嗯 对 已经不像小时候是 当你害怕的时候 妈妈在你身边说 其实你不要怕 妈妈在 嗯 对 就是现在没有这种感情 现在不容易拿到 不容易感觉到这样子的 呃 呵护跟安慰 嗯 对 所以只有自己安慰自己 可是这首歌就会变成是很安慰自己的一首歌 是是是是 其实黎香背景打拼再多年喔 在人前都会装出坚强的样子 嗯 但是真的夜深人静的时候 还是会很想妈妈 对啊 所以只有只有自己 呃 抚慰自己说 对 对 其实我就是我很好 嗯 嗯 非常非常动人的一首歌 又多知道了一段故事啊 呃 今天的现场 这一段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唱下去耶 接下来唱什么呢 你来 你来 欸欸 陈世川啊 这次也有机会跟他一起走江湖 就见识到他也是蛮古灵精怪的一面啊 你也知道我们私底下都不是这种人嘛 呃 我们私底下跟台面相似两种人 哈哈哈 你跟世川也认识很多年 很多年啊 而且之前就就其实有很多很多合作 嗯 呃 你会怎么描述世川这个人 他啊 他是一个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古灵精怪 他的脑筋的那个 他他脑筋里面的想法 嗯 呃 不是他外在表现出的那个文文如雅 嗯 对 就是他他里面有很多画面 嗯 有很多 很想做很想尝试的那个 那个天马行空 嗯嗯 对 然后他会在画画里面出现 会画 对 然后会在他的音乐里面出现 是 可是你看到他本人哦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文职彬彬的一个 一个书生 对 然后就会被他骗了 对 不知道什么时候说出一句话 对 哇 整个崩溃 对对对对 哈哈哈 这个是陈四川 四川除了歌唱的好 人长的帅 又会创作 还会做美术设计啊 对 他是这个专科 专专专门的这个领域 他现在已经是 呃 业界非常知名的年轻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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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夜深人静的路上 没有车没有谁一个人跳舞 早交往要多少要多长要多久 我才能真的看清楚 总是沉默不够的不说 又不懂没什么帮助 有话说不出 我的故事他不懂我没说 为什么别人都清楚 想太多太困惑太沉重太懦弱 挣脱不了你给的束缚 过好久我才懂我才说我才走 会不会太慢 故事被更改 就这样 你来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你在 怎么我会悄悄地离开你来 一切都变得不自然 你来 你来 我离开 我离开 我的故事他不懂我没说 为什么别人都别人都清楚 想太多太沉重太困惑太懦弱 挣脱不了你给的束缚 过好久我才懂我才懂我才懂我才说我才走 我才走会不会太慢 你来 故事被更改 一切都变得不自然 你来 你来 我变得不自然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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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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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梦胎谢时 明天一万无几 回个头 一片无人沙滩 脚步未完成的旅途 一世天天游自的地图 行过短暗 夜夜黯然无恙 转过身 天涯就在尽处 道遍了城市的忧伤 你为谁 回到浮云 回不去的故乡 征服了年华的孤独 我为谁 投入一箱 熏消时的彩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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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嗯 想尋消失的彩虹 海鸥未完成的高度 已是空中最自由的翅膀 风说过了 爱是一座岛 曲曲折折 起点也是中站 爱说过了 心也是一座岛 曲曲折折 你我总会 相见 《海岸线》来自陈永龙 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场演出的新歌 好好听 这是今天应我点歌而唱的 我听好多遍 我听好多遍 但每次听都还是好感动 真的 刚刚其实 竹慧老师已经说了这首歌 在制作人的眼中 它是一个怎么样难处理的歌 那永龙自己也觉得这首歌 其实蛮不容易处理的 非常难 这是这张专辑里面 《挣扎最久的歌》 《挣扎最久的歌》 听说你在整个专辑就杀琴之后 回去又重录了一次 就重录了一次 对 因为一直都觉得不好啊 为什么 之前的跟后来的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最好的版本是李子恒老师的Demo戴 他已经把他该说的事情 该讲的故事全部说完了 是是是 然后那自弹自唱 所以他很知道在什么地方 他能给他什么情绪 是是 然后那个空中飞舞的 就是那个为海鸥未完成的翅膀 其实他有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当这件事情分离了之后 吉他 我的歌声 或者是后来的编曲 其实就好像都是 这个画面都不够堆砌成他要的 那个原来的样子 对 所以 我当然也有请教过李子恒老师说 老师这首歌 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对就是 先从最简单 最初的他要创作的这个动机 开始 其实老师真的是 有很认真的 为 为了我想这首歌 怎么样子 为我就是 他真的是为我量身定做 他是怎么样去想你 这个 他说永龙你就是一个一乡有子 对啊 就是 你三十几岁 对我相信你一定经历过很多 不好的事情 然后感情的事情 生活上的 然后甚至是 工作上的考验 然后你走这条路的 其实 他最想要写的 东西就在前面的那两句 是 昨日未完成的崎岖 已是眼前明媚的风光 对 他说他就写完了 所以 所以后面所有的文字补述 都是在加强前面这两句 发展这两句 发展这两句话 是 对也就是 他写完了之后 就觉得说 他这个故事写完了 对 那其实 你往回头看 有很多不完美的事情 其实才会造就你现在的 完整的人生 对 那老师说 老师说我就五十几岁 我有我自己看待生活的一个经验跟感想 你一定也有 所以你用你的方法 你用你自己的生活经历去看这首歌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有很多 残缺的事情才会造就现在的完美 嗯嗯嗯 哇 这真是不容易啊 不容易 对 真是不容易 刚才 竹慧老师在说 在录音室里面 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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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到最后 她说 勉强只是一个不讨厌的版本而已 那竹慧姐 你跟我们说 最后这个版本 你觉得 是怎么样 从不讨厌到 到一个新的境界里面去 因为 因为你们要 赶着去 中国巡会嘛 嗯 所以就 先暂时录一个版本 这样子 就不讨厌的版本 可是我 我心里很清楚 就是 她回来一定要重唱 哦 因为她 因为永荣还在摸索 嗯 我还是 没有错 刚永荣讲的很 对 那个李老师的那个demo 是 最棒的版本 因为她 她真的是 她唱那个demo 真的是没话讲 好想听哦 真是没话讲 没话讲 真的没话讲 她就是她那个年纪该有的 那个 是是是 沧桑跟 跟一种 一种怎么说 勇探 我觉得是最生命的勇探 可是 永荣还没做到 她其实还在摸索 她该怎么办 她还没到五十几岁啊 是啊是啊 是啊 可是她 可是就是需要时间让她去 找出自己的样子 对 所以 然后我一直很知道说 她 她回台湾一定要再 再唱一次 一定要重新 而且而且经过 整个巡回的 不断的唱 她一定会 她一定会更好 对 而且常常都跟李子恒老师同台 嗯 就站在她旁边 是是是 而且不只是 又回来真的 对 真的果然就 好很多 好太多了 那你知道哪一句最打动我吗 我其实有一句 反正我通常唱歌都是 有一句 你要找一句 对 你知道我是哪一句吗 你说 那个 征服了 年华的孤独 哦 征服了年华的孤独 我为谁 投入异乡群 消失的彩虹 消失的彩虹 对被她打动了 我就 我就有了 是是是 通常都是会找一个关键 自己对于歌的关键点 找到了之后 是 就可以从里面去 就通了 对就通了 中国巡演的那一趟经验 我相信 对这首歌又有一些新的感受啊 然后再回头再来唱 虽然没有隔太久时间 但已经有一种 不一样的眼界了 真的是这样 这首歌太好听了 我们再听一次 这首歌再听几遍都不嫌多 你是空中最自由的翅膀 风说过了 爱是一座岛 曲曲折折 起点也是中站 爱 爱说过了 爱说过了 心也是一座岛 曲曲折折 你我总会 我总会 相见 有一座岛 你都会 欢迎回到FM98.198 多聊聊这二十年的故事啊 太多太多事情可以聊了 你知道吗 今天你来我多高兴 你知道吗 真的没关系 不好意思 还有有一个好的开始了 还有下次 会吧会吧 你会再来 我陪你来好不好 好好好 这张专辑的整个的录制制作 包括后期处理 就永龙自己的说法 是充满了角力的过程 但这次其实是一件好事 就表示心里面 比较明白自己要什么 不要什么 包括竹慧老师也知道 他要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状态之下 大家就有一个共识 就会很清楚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专辑听的感觉 它是一个松的 但是它是饱满的 今天乃姬都没让你多说两句 乃姬乃姬 你从DEMO时代 就在跟永龙一起 在缴获这张唱片啊 对 你觉得做完这张专辑 你自己有什么比较大的学习 或者是体悟 或者是遗憾 其实我 因为我自己还有在做编曲 甚至有一两个制作案 所以我在做这个 在做DEMO的时候 其实我会不小心的 把制作人或是编曲的角色 置入这样 那结果这样出来的成品 就是我真的自己非常满意这样 对 因为我就是会有一个想要把我喜欢的歌手变成 就是我自己心里面也喜欢的歌手这样 然后譬如说玉智浩尔的酒红色的新那张专辑 或是瓶颈间Ken's Bar那一张专辑 那这张就是听下来真的觉得我自己非常感动 你可不可以再多解释一点 就是说你自己在 刚刚说你自己在制作跟编曲的角色上面 你会把这个角色投射到永龙的身上 对啊就是 通常吉他手就是完成吉他手的任务就好 那因为我 我觉得可能自己脑袋的东西不只是这么 不只有这样 所以就会想要多一点 再多一点贡献 对 那也很谢谢竹慧姐就是 让我的吉他跟demo其实是 就是把demo里面的吉他直接放进专辑 就代表说就是我当时候跟永龙讨论的结论是正确的 通过了主会的考验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谢谢竹慧姐这样 乃姬也编了两首曲 是是是 对对对 竹慧姐那竹慧姐帮我们稍微点评一下 这个乃姬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人吧 她现在就在你旁边 他突然那个僵硬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那当然他他自己本身的基础都非常好 是 不过我觉得他需要多一点的开发 就是说 他他会很努力在技巧上面 他技巧上面非常的非常好 可是他他也许别的地方开发的还不是很很够 对所以有时候他会很气我 就是我叫他谈了他就他他虽然不讲 可是他就一直闷着头在想 都知道他怎么办 都知道他很气 都知道他很气 他会去想他会去思考 我觉得这很重要 然后他就吸收了 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对的很棒 他以后一定是了不起 哈哈哈哈 你看竹慧老师在在我们的空中现场向全世界宣告他对你的评价 哈哈哈哈 压力好大 哈哈哈 不过真的也 我觉得竹慧姐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就像永永讲的 良师益友吧 因为一个制作人 非常非常的强 他有时候别人 就会自动的避开避让 反正你那么厉害 我们就很放心 把一切交给你 但听起来这张专辑 完全不是这个状态 他把每个人 逼出自己的安全区 对对对 知道他是一个求好心切 他的坚持 到最后你不得不相信 那个是 那他是对的 对 然后就是闯过那一关之后 你就觉得 好啦对啦你都对啦 对啦对啦 然后 但是也必须服气嘛 对对对 也必须服气 过程怎么吵 怎么被骂 对对对 最后还是必须服气 对 我跟他也有一个角力啊 就是我们在弹一秒钟的时候 你说你跟乃姬 对啊 就是他真的 他真的不想这样子弹 可是我就是真的要这样子 最后就 这谁的唱片 对对对 但这个就是最好的 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合作伙伴 就是可以把彼此 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潜力 挖掘出来 刺激出来 嗯 这样子的撞击才会是 一加一大于二 二加一大于三 最后就可以有 最后是一个 大家都很意外的好的结果 当然这个得要有 第一个要有默契 第二个要有才华 而且还要有自我掌握的自觉 还要有很强的沟通能力 跟说服自己或说服别人的一个过程 是是是 尤其是只有这么短的工作时间 对 没有办法再慢慢磨两年 所以我 麻烦我们真的尽心尽力了 我们尽力了 那我要说最后这个结果是美好的 真的真的 这张专辑听说还收了不少歌 最后没有能够用上 也不是说歌不好 而是说专辑的篇幅就这么多 整个的气味 也就是有一个内在的连贯的需求 那你偷偷告诉我们一下 没收到那些歌 你打算怎么办 它还是放在一个 一个很清楚的 随时都容易找到的 档案资料夹里面 对 乃基其实也贡献了一首歌 对 那我也请 把奈 我的姐姐 我的好姐姐 我的朋友 是 对 给我一些demo 其实我已经录了 对 我已经跟乃基工作过好几首歌了 是 那渐年也有 对 渐年 对 渐年有把一些 他觉得不错 蛮适合我的歌丢给我 对 就是我很希望他可以再多 多做一首歌给我 可是他一直做不出来 对 没关系 一定会有机会的 是是是 听起来下张专辑的歌都已经收齐了吗 希望下一张我们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更终于去做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做了 是是是 我相信过了这张专辑的又是一个大关卡过去了 勇龙对于自己的不管是作为一个歌手或者作为一个表演者的身份都有更多的自信了吧 我相信可以这么说 是啊 这趟路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对 所以接下来呢 今天听我们的节目想要追星的朋友 接下来勇龙的巡回演出 还在继续的进行中 其实大家都要准备过年了嘛 对 所以其实年前应该都很容易在广播节目上面听到一些我的访问 那我会在2月1号 当天是礼拜五 在台东的铁花村 是 做一个演出 铁花村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好地方 听众朋友没去过的话 真的值得专程为了铁花村去一趟台东 我也很久没有回家表演 嗯 对 在台东听你唱歌是完全不一样的经验 对 真的 我自己也会感觉不一样 是是 2月1号铁花村会有一场演出 之后的陆续的演出行程都会公布在网路上 公布在网路上 野火月集的Facebook上 或者是到我的Facebook上 就是陈永龙的粉专页 嗯 对 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一定会 嗯 很 很用力的 很尽力的 让分享这张专辑给大家 嗯 我们拭目以待啊 然后也要再次恭喜你给了我们这么一张美好的唱片 谢谢马芳 当然也要谢谢乃姬的贡献 要谢谢主惠姐的贡献 你们一起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听觉之旅 我相信我还会再听这张专辑很多次 最后的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开场曲 叫我如何不想他 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歌 嗯 钢琴是我们的老朋友彭玉文 嗯 他就他就这样一把钢琴 加上你的一把嗓子 刘半农作词 赵元润作曲 老民国的歌也 真的 快一百年了呀 哎呀 嗯 但是在永龙的唱来 我们听到21世纪的这个版本啊 还是非常动人的 我们就以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曲 再次谢谢永龙 谢谢马芳 谢谢大家 也谢谢乃姬跟 谢谢 谢谢 我们的主惠老师 谢谢 谢谢 以上这节目是音乐五四三 我是马世芳 我们下个星期六晚上十点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滴雨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